你是機車族嗎 機車族都有一個問題 到底加什麼汽油比較好呢 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加95或是98 感覺上對車子比較有利 但是真的嗎 最近有一位車行的老闆 他就分享了 他說呢 其實幾乎所有的機車 最好是加92汽油 這個答案就跟大家不太一樣 這個出來之後呢 在網路上也掀起了 84萬人在熱烈討論 但是大家更好奇了 到底為什麼是說92汽油更好呢 我們來聽聽看 來幫小老婆加加油 你是92派還是95派 我沒有特別的選擇 你要說98不95呢 95比較好比92好 選95的理由 很多人以為比較貴的 就是比較好的 但專家說 目前國產的機車大多數啦 不敢說全部簡單啊 比較熱門的款式 就像是很運動型的車 其實都是建議加92 95 98的話 它會比較容易造成機坦 跌破眼鏡的理論 讓這支影片網路點閱率 充上84萬 好多人說原來我一直都加錯 92跟95汽油 其實就是差在新碗值 95汽油的新碗值比較高 所以呢燃點以及燃燒溫度 都會比較高 這也是造成機碳差異的關鍵原因 學科上的話應該是98的 輕機碳能力會比較好 但是呢因為台灣的路上走走停停 紅綠燈基本上占了一半的部分 那所以你家的98用更高的溫度 在原地怠速的話呢 其實更容易產生機碳 機車達人解釋是因為機車壓縮比比汽車低 當小車加到新碗值高的9598 紅綠燈怠速下容易燃燒不完全 當機碳太多引擎就容易亂熄火 當然最保險的選油法則也能看看原廠手冊 但是呢如果你看你一般使用手冊的話 他都會建議如果你是92的話呢 他都會寫說建議92無線汽油以上都可以使用 那就是92 95 98都可以使用 至於開車族的盲點就是會以為 加滿油車子變重會很好油 但根據日本研究 以一台Toyota轎車來說 空車只比加滿油的車省了0.3%油耗 反而是常常油量過低 馬達會空轉燒壞 要修車就划不來 東森財經新聞在台北採訪報導 並且鼓勢直播